我們台灣人每次都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跟代價 來對抗這些人 但是中共的代理人 因為民主制度的保障 他們毫無成本 可以一次次的捲土重來 直到習近平做好打台灣的準備 深圳台灣是一件很苦的事情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這一集啊台灣人必須看 如果你也認為中共是主要敵人的話 那一定要多轉發 我們先暫時放下 彼此對於國會改革的看法不同的立場 那請問這跟我說的 跟中國有什麼關係呢 跟中共有什麼屁關係呢 我先來說給你聽 聽完如果你覺得我在胡說八道的話 非常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講我 一名出生在中共我現在取得澳洲國籍的原紅兵 他在今年的2月6號說過 他那邊有中共內部的人脈嘛 有透露消息來源 中共國台辦主任宋濤 在賴清德勝選之後啊 被習近平痛罵 指責他先前介入台灣大選的操作 沒有完全成功 執行不利 而習近平與王滬寧 隨後對中共國台辦主任下達了改革指令 指出啊 要緊抓立法院長任命時機 展開對台灣統戰的破口 擴大戰鼓 第二個是 中華民國在49年已經被我們宣布死亡了 我們不承認台灣任何政府機關 以及立法院的合法地位 不能直接由中共的人大 與台灣立院發生交流與關係 所以對台統戰的指揮官呢 是王滬寧 而台灣國辦是執行方 於是在1月27號 宋濤提交了一份最新介入台灣立院的計畫書 與傅昆奇等人 利用查幣案反貪腐的民意 破壞泄密台灣各種國防或是經濟的也好 去打擊他們 打擊民防 國防戰略 瓦解外商對台灣的信任 瓦解台灣拒絕統一的民間意志 第二讓國民黨持續抓緊九二共識為前提 推進兩岸關係 中共國台辦跟各級政府以此為契機 以台灣立法院長和國民黨多數黨團之間 展開各種形式的統戰戰略互動 為兩岸政治經濟文化交流 搭建各種平台最好是以民間單位互訪 四國共兩黨的九二共識 逐漸成為台灣社會的主導性 看待兩岸關係的思潮 第三透過特定人士與韓國瑜 傅昆奇以及國民黨立院的黨團 運用議會國會的改革名義 提出立法院的調查權 總統的質詢權 反台獨等等的法案 以及廢除與不執行任何對中共侵台不利的法案 即使這些法案一時間難以通過 也足以造成台灣立法院的權力混亂 甚至行政停擺民間混亂 進而有效的降低民進黨行政當局的執行效率 以及讓台灣的社會觀感不好 也就是降低賴清德的執行效率 第四 韓國瑜主導台灣民主基金會之後 敦促他們通過台灣民主基金會 與世界各國的華僑 建立了中華統一促進會等密切交流 中華統一促進會我已經講過了 是辦中共官方以及辦民間組織 賴清德、蔡英文訪美之間就是這些團體 在取得這些成果之後 在未來啊 力爭能夠以台灣立法院和國民黨立法院團的名義 邀請世界各地追求統一的華人 華僑以民間的形式到訪台灣 比如說美國華僑協會 什麼中國福建在美協會 那事實上這裡面參半有中共的特務 有一半是正常人 而就是這樣的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讓你沒有辦法全說他就是中共特務機構 因為他總是會找到幾個沒有相關的人 也加入這個組織 把這些人搬出來說 欸他不是機構組織對吧 那進而形成一個全球性的反獨觸統的新思潮 請問以上這些2月7號啊 他就已經被揭露出來了 發表文章拍過影片 現在5月份是不是權重 我們台灣人4月多才知道要改這些事情 這個中國人2月就知道 1月27號國台辦各地的台辦都知道 你說現在發生的事情跟中國無關嗎 這個人是預言嗎 還是他造謠呢 而當初啊誰知道傅崑奇要去訪問中國 還積積忙忙的宣布要訪問中國 因為地震而耽擱了幾天 馬英九去之後傅崑奇馬上跟著去 而且還見了習近平跟對台統戰指揮官 中共軍師王滬寧 而這個人在2月7號講過了 是不是全部實現了 我就非常納悶 我節目做過這麼多這麼多 國際媒體海外反共中國人 都提供非常多的影片與圖片為證 證實了中共對歐美世界各地的統戰 是不爭的事實 前幾個禮拜在法國機場會做過影片 而且我也親自到法國採訪過 揭露中共大使館惡秘劉輝與 喬裝成民間餐廳的中共特務 揭露的那個人叫做王靖宇 這個中共大使惡秘這些人啊 跟中共特務在法國機場 脅迫反共中國人買機票回中國 接受審判 否則他們有100種方法 讓你在中國的家人迫使你回中國 歐洲很多媒體啊 在後續都有報導 你們如果有興趣可以上網看一下 報導的節目還有現場的影片 非常的誇張 去年一堆海外同鄉會群組也被爆 都是聽中共大使的指揮調度 北美留學生組織他也是 英國前幾個禮拜抓了很多中共特務 有中國人有香港人也有英國本地人 透過香港在倫敦經貿辦的這個辦公室 做白手套 英國又曾經是反送中 對香港做出最大讓步的這個國家 接受很多香港的 我們可以說政治難民或是新移民過去 放寬了非常多 因為畢竟曾經是自己的這個租借地 殖民地嘛 所以中共就利用這個破口 去滲透英國 那國民黨現在還說 很支持香港的台灣 怎麼不競速學英國這樣立法過 英國現在的下場 大家看到 連英國自己的官員跟陸戰隊 都被中共給收買 在這個陸戰隊第一次被法院傳喚詢問之後 前幾天的報導說 這名陸戰隊S在公園 肯定是被中共自己人給滅口 對吧 怕他供出更多 不可能是英國官方的人去把他滅口 因為英國的官方就是想要套他的話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想說拜託啊 遠在英國法國美國都有中共特務跟代理人 我去義大利找李老師 推特上那個很紅的李老師 那個時候他也被中共特務在追 一直搬家 你們為什麼會覺得 台灣會沒有這些代理人 中共親口說要統一歐美了嗎 並沒有對吧 但他親口說過要統一台灣 習近平在歐美部署一堆特務跟間諜 主要是去竊取他們的商業機密跟軍事發展 最關鍵的就是影響他們的民主選舉 選出一個立場對中國較衰進的政黨上台 那對台灣呢 對台灣都沒有嘛 習建平是白癡嗎 我去影響幾千公里的歐美 國家的社會跟政府 民間 我不去影響近在一百公里的台灣 還是說你們認為中共包裝的影響台灣 統戰台灣 就跟統促黨那樣這麼的低能 那麼的崇包那麼的明顯嗎 這一片土地 宮廷鬥爭文化了三五千年 我們台灣人這麼的純樸 我們想得到他們搞出什麼樣的花樣嗎 講難聽點我們笨 所以他們不會推出一個 當成智障的笑話團體 然後說他要來統戰我們 一定是找一個包裝 沒有像統促黨那樣的 憨包代理人或是團體來轉移焦點 我再說一次 習近平前兩任的任期 任務是肅清內部的 團派跟江派勢力 胡文派勢力 本來這一個任期啊 應該當中國國家主席的人 是胡春華 胡春華是誰 他是胡錦濤清定的 習近平之後的接班人 習近平也是胡錦濤清定的 這個人被政治鬥爭掉了 而第三任期啊 習近平這一任要做什麼 軍事改革 第四任期是什麼 對台巫統 這段時間 台灣不巧的讓民進黨執政 跟日美關係越來越好 大大提升了中共侵犯台灣的成本 跟各位說啊 勝上了第三任期啊 這一任 習近平做了什麼 撤換掉了自己的親信 秦剛 秦剛在中共的政界來說 是一個非常年輕 就可以當上外長 而且又是跟彭麗媛 那邊關係非常好的親信 彭麗媛是誰 習近平的老婆 還有 習近平拔掉了誰 前任國防部長 因為這兩個人根本就不想要打台灣 不想讓中國斷送自己的經濟 不想讓中國拼自己的人命 去打台灣 所以出賣其爆給美國 被發現 至今這兩個人下落不明 而解放軍 王牌殺手火箭軍隊 最高指揮官司令 副司令 這兩個人 免職下台 至今也是下落不明 除此之外 解放軍各將領高層 也被替換過幾次 原因呢 也是來自於歐美的情報 火箭軍被習近平的親信發現 大量的貪污腐壁 很多庫存的火箭都是空殼 大家有看過以前一些中國的連續劇吧 糧倉擺出來 只有前面那一兩排是真的糧倉 後面全是空殼 石頭去堆裝了 火箭軍也是這樣子 這兩位司令不想打台灣 只想貪污 所以習近平把這兩個人給隔職 那為什麼習近平要隔職 因為他真的想打台灣對吧 而現在是他的實力 沒有辦法達到 而且他又發現了 各種人都在出賣 那習近平是不是無人可用呢 也不是 習近平提拔了自己的老婆 彭麗媛擔任軍委考評委員 直接對軍官幹部 將領的篩選跟升官提拔 培養新秀 培養人才 為習近平重新篩 思想正確的人才將領 確保打台灣之後 這些將領 可以團結一心 到時候才能全面的 背頭打台灣 講完這些 你們認為這僅僅是中國內政嗎 我知道大家平時忙著關注台灣內亂 所以中共這些事物 交給我們來幫你科普 交給我們來幫你找資料 其實反共議題做久了 多多少少也會有中共內部的人脈 像是上海要封城的前三天 上海市政府裡面的人 他就發資料跟我說上海要封 他把內部的一些資料 跟他的IP位置 成本可以一次次的捲土重來 直到習近平做到大台灣的準備 雖然有很多清醒反共 支持台灣的中國人說過 我們有這樣的思想在中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因為他們連槍桿子都沒有 很多前輩說過 身在台灣是一件很苦的事情 我們不僅要承擔國民黨帶來的國共內戰的共業之外 他們現在把這些歷史責任全部拋下 變成我們要幫他承擔 我們不承擔我們退無可退 你說國民黨反共嗎 歷史告訴我們 49年以前 國民黨內部早就赤化的非常嚴重 黃埔軍校也是蘇聯的資金進來的 一開始蘇聯就是想培養國民黨當亞洲的代理 而孫中山為了打倒北方勢力 接受了聯俄龍共 隨著時勤的推移 國民黨內部一直想要剿滅居心不良的共產黨 但一次一次的又被內部受影響有利用的笨蛋 以及特務去阻止 最後49年戰敗來台灣 而一起來的台灣國民黨員 也有很多是帶著中共任務來的人 他們也會傳承交接給他們的後代 等到蔣經國走之後 台灣民主化有保障之後 任務開始 沒有任何的後顧之憂 憑什麼這些人可以一次次的沒有成本內耗我們 我們卻要一次次的上街頭 一次次的讓中共有機會 癱瘓我們提告他侵略我們的成本 今天不上街明天上戰場 你們大家覺得 在協經平的這兩任任期是開玩笑嗎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要幫我封鎖 是吧 下次再見 拜